来自新加坡的委员中学访问团 日前一行人在校长的带领下 来到新竹市新科国中进行参访活动 分别体验新科国中的特色社团 太古社跟攀岩社 所有参访的学生都玩得相当开心 我们太古社其实经营已经有四年左右 那之前很多的机会都到各大的开幕的场合去表演 像全市教师节表演大会 还有我们今年有反霸凌的活动 还有我们跟其他的社区还有小学结合 有办过一次端午节百人太古庆端午的活动 再来我们的攀岩社的部分 因为新竹市的国中只有新科国中有 所以我们充分利用这样一个优势 在每个礼拜的星期四下午有两节的社团活动课 我们就开设这个攀岩社 让孩子可以经由攀岩这个活动去做自我的挑战 去年新科国中就到过新加坡参访过委员中学 这次换成委员中学拜访新科国中 委员中学希望借由国际交流 让学生能够培养更多的国际观也建立两校友好关系 新加坡委员中学的愿景是希望学生走向世界 变成国际公民 先前台湾的新科国中来到我们的学校造访 所以这一次受到他们的邀请 我们也到新科国中来造访 新科国中发展太古社跟攀岩社已经相当有成果 这次特地邀请来访的委员中学一起体验 新奇的感受让委员中学的学生们都感到又惊又喜 纷纷留下深刻的记忆与感受 凯博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 新奇董事生